MING PAO CANADA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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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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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去酒店hi t 已成為熱門的週末活動 因為我們想去找一些比較有特色的下午茶 所以試試這間很多人推介的軍月酒店茶餘 今次我們去到他們的觀望預約 因為每日的下午茶都只有一回合 所以提醒大家預早一個月預約就會比較好 餐廳的環境都很開陽闊落 樓頂夠高 桌與桌之間的距離都相隔得幾開 幾有空間感 那天的天氣都幾好 大大的玻璃窗有陽光照進來 自然光營造到柔和舒服的氛圍 在介紹這裏的三層層架tea set之前 不如介紹茶餘最吸引我們的自助甜品區 甜品區分別有自家製的雪糕、馬卡龍、巧克力、水果 以及即叫即製的鍋膚和班戟 類別都多,而且可以任吃的 而自家製雪糕是很多人無名而來的原因 總共有8款後味 有些味道還很特別,在外面沒見過 可惜的是這次沒有很多人都說必試的鹹蛋黃肉酥味 另外這裏都有提供雪糕配料給你可以點了一下 例如彩虹糖、杏仁和棉花糖 等我們分享一下我們最喜歡的雪糕口味 我就最喜歡它的煙肉花生醬了 因為我本來平時都很喜歡吃花生醬 而這個雪糕的花生醬味十分濃郁 而且吃吃下會有脆薄薄的煙肉 這個搭配竟然可以在雪糕裡見到,真的很驚喜 但我個人覺得咸味的雪糕有點怪怪 反而令我最深刻的是薑糖味 除了有薑味,還有淡淡的黑糖味 吃完還有少少辣辣的感,口感很特別 而即叫即製的鍋膚和班戟都很受歡迎 大家記得預留時間排隊等候啦 鍋膚和班戟的味道和質感就不過不失 大家記得可以加上雪糕和醬料 吃起來就更有冷的口感 還有我們也有試馬卡龍和巧克力 巧克力咬開是焦糖醬,比較偏甜一點 輪到介紹過三層層架TZ Menu上有列明當日提供的甜點和鹹點 職員很快就上了整套,不過它就沒有逐一介紹 最上那層是甜點,中間是鹹點,而最後就是鬆餅 先介紹了鹹點,總共有五款 燒牛肉沙律三文治,吃起來還有少少辣味 原來裡面有辣羹忌廉和鷹色芥辣 味道都很配搭 而其餘的鷹色芒果咖喱雞肉 芙哈撻,番茄撻 味道都不太適合我們口味 所以我們就不多介紹了 另外還有一個小碟裝著的腸仔酥 聽聞以前是牛角包 外層酥皮酥脆,配上香腸口感也不錯 而甜品有五款 幾款甜品都有特別的裝飾點綴下 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雜莓蛋糕 看起來小小,但裡面也有很多層次 咬開見到有蜜糖海綿蛋糕,藍莓醬 外層還有薄脆的塌皮,酸酸甜甜的開胃 而這個熱情果白雀茶啫喱可以直接用飲和飲 熱情果味比白雀茶味突出很多,整體略酸了少少 最後就是鬆餅 鬆餅分別有原味和橫桃味 橫桃那款的果肉也不算太多 如果就這樣吃,鬆餅口感會略乾了少少 所以建議可以加少少醬配著吃 這裡分別有櫻桃果醬,原味忌廉和檸檬忌廉 我們就覺得檸檬忌廉比較清新,檸檬味剛剛好不會太酸 飲品方面,這裡提供的款式都比較常見 我們就選了Breadfast Tea和Algray可以解游利感 總括來說,我們覺得均月酒店的茶圓下午茶 環境座位舒適開揚,任食的甜品corner種類多 而且質素都頗好,喜歡吃甜品都應該頗滿足 不過三層架的甜點和鹹點都比想像中普通 味道不算很深刻 不過這裡的自助甜品區都很值得來試試 大家有沒有推介的酒店下午茶?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等我們下次再去試試 想看到更多香港美食介紹 記得CVS我們條片,分享給喜歡美食的朋友 我們下次再一起吃好東西,拜拜! 拜拜!